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台福福克17B 故障是说电阻挡读书是000 我们现在把机器拆开 首先看到的就是电池片这里有维修 然后有问题没有修好 右边是好左边却有问题 上面有焊油的痕迹不确定是什么情况 我们来上个电看一下 开机 可以开机没问题 然后直流电压读书是负的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电阻挡确实读书是000 这是有明显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二极管挡 居然有0.74伏的压降 这个不正常 无名挡的电流很大 然后读书明显是不正常的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我们来具体的检测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测一下 那外围的检测组件有没有什么问题 检测桥没问题 保护的三极管呢也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的二极管呢 测试也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压米电阻 压米电阻 压米电阻我们来检测一下 看有没有机穿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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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没有 那只有一个可能了 芯片的问题 我们直接来换芯片吧 好 为了这段时间呢 牛死心呢 我就直接快进到干完牛死心了 保护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装芯片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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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都 tumor了 跟什么 到这nde 底下 我们 打架 a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开个机试一下 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开机 ok 开机正常啊 我们来试一下相关的档位是不是都ok了 我们先测一下我们的直流电压 好 师傅 10.01 没问题啊 2.498 2.5V 2.498 ok 一个字不差 精度非常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电子阻挡 还是从100欧撤起吧 100欧 有点慢 但是很准 没问题 1000 1000欧 998没问题 4000欧 ok 99没问题 100千欧 998没问题 1.003兆欧 读书1.002 ok 没问题啊 深度非常漂亮 然后电容 一微法 1.006 没问题 100 纳法 101.1 ok 也没问题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电流 好 还是老样子啊 电流档 我们先来看大电流 好 99啊 没问题 非常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电流 好 99.8 没问题 非常准 好 最后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温度呢 拿一下我们的温度探头 好 还是用手捏着 然后没问题啊 35度啊 好 那么这个表呢 就这样愉快的修复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把他的外皮稍微跟他清洗一下 外皮还是有点脏的 然后就可以发还给他的主人了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拜拜